我是沙電區議員趙柱邦 今天我們都有上去旁聽 因為我都是有記者的身份 上去就聽到其實見到很多市民 今天來到燦場 其實都是一個很鼓舞的 就是在一個現在打壓的情況 也都見到很多香港人依然願意站出來 也都是很明顯他們知道 是進不了去旁聽的 但都依然繼續排隊 我們剛剛上去聽 其實見到法庭就非常混亂 因為有47個被捕人士上庭 但其實見到即使是法庭人員 都依然未點齊那47個被捕人士 也都是當中聽到何桂蘭 就大喊她到現在上庭前都未見到律師 所以我們見到整個審訊過程 由被捕到上到法庭 其實都見到是一片混亂 也都由今早到現在 其實只是開庭就講了他們被捕的次序 和名字 但其實任何正式審訊都未開始 法官就已經押後到下午三點半 其實我們預計可能今天整個審訊都維持到 整個晚上都有機會 可能去到晚上10點 11點都未處理得到 因為見到非常多被捕人士 亦都呼籲希望香港人繼續撐住 因為其實即使他們可能面對橫壓的情況 他們在裏面要承受一些孤獨被剝削自由 但我們在外面的香港人都依然要堅持著 去繼承他們的信念去繼續我們這場運動 多謝大家 我自己從政者一個現實判斷 我覺得是沒有機會保釋得到 亦都無謂再欺騙市民 因為其實你有案例看到快必 或者黎智英的情況 其實基本上如果你違反國安法 都未曾有過任何一個違反國安法的人 可以保釋得到 所以見到其實國安法製造的寒蟬效應是非常強大 但我們香港人只要有堅持信念 其實我們始終都會度過寒冬 你區議員來的會否擔心會DQ 民主黨區議員 DQ這件事都不值得我們去擔心 因為我們都控制不到 因為始終當你成立了國安法 亦都有一個宣誓要求的時候 你無論過往做過任何反對政府 可能要求撤回國安法 或者反對一些議案的時候 都有機會被視為不忠誠 或者不信奉國家或者特區政府 但我們依然作為一個從政者 就繼續做我們認為正確的事 至於如果真的被DQ 無法繼續服務市民 就是一個政權的問題 依然我相信我們的街坊 或者我們居民支持者 會繼續跟我們同行 今天在民意西方 會否見到香港變曙光 當然一路對於整場運動 或者香港的一個民主發展 依然都是抱有希望 因為我們相信有希望 才可以見到我們的將來 亦都知道現實是非常難捱 大家無論是很大無力感 或者被政權打壓 很多手足坐牢 但是我們唯有堅持才可以成就到這件事 因為如果我們放棄的話 他們的付出就白費 無論怎樣捱過都好 我們都是要抱著這火心 還有亦都對比起可能 大家都會形容昨天是一個二二八事件 亦都是可能以前台灣一個獨裁暴政的年代 其實我們面對同一樣的情況 就是在一個暴政的時代 其實一些坐牢被捕被政府打壓是必然發生 而我們香港人只是剛剛開始面對這個情況 將來一定會是更加壓迫的 所以我們是要必須有一個強大的信念 和一個良好的意志才可以面對到 亦都是最重要不要放棄 多謝